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会说台语 因为我们从小开始讨识时 我们就是 发意嘛 就是当时我们说的 公议 这个时刻也是有人说公议 这里有谁 好 所以 早自席 早自修 这我不要 不要说台语 这样起来 就是要先 进入一个自我 自修的一个状态 那本来我这个直播 我现在是会把它放到 YouTube上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没有 可能之前不是在我社团里面的人 他们可能会到YouTube去看 所以 我还说我清楚 是说 这本来是一个我自己的早自习 会知道起来 我对今天 会知道 早上起来我有什么 第一个念头 我第一个想法 还是我对这个 早过去做过的事 还是今天 趁起来 我第一个灵感 我就想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我会把时间设得很早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早自习的一个形态 这样子 那这样从我最早零零散散做 做到现在 也已经有了四年 那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 你都不会听到 你大家都不会听到 因为我自己都有说 等一下我 其实端端续续竟然做了这么久 那对我自己的训练也很多 训练到 应该说 我知道我不需要准备 那我讲话的内容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所思所想 自然的传达 传达 传达最主要就是 我不要把我讲话的缺点 就是会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那既然大家说 那很像在聊天 好吧 那就聊天 因为有时候 很多人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优点的 我就是属于这种人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好 我自己 哎呀 也不是个作家 也不是个什么 画个图两三笔 这样好意思跟人家收钱吗 我就是属于 这一种对自己价值感很低 然后不会开架 不敢收钱的人 那 这是我自己的特质 但是慢慢的 慢慢的 也透过别人告诉我 属于你 你棒的地方在哪里 所以我才慢慢的 要跟我自己讲说 哎 我有这个价值哦 但是 我也不会去失去 我自己 本来觉得自己不好 然后 然后要求好的 这个心 那 可是我不会再把我自己看得很便宜 就是 我会把自己看得 嗯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我是用 很有 觉知的 去感受到我自己 内在 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 这个 我的直播 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年女性的 自我检 自我检查 哎 太严重了 检查 好恐怖 就是 嗯 一个中年女性的独白吧 因为我就是自己跟在这边讲啊 然后 讲的乱七八糟啊 啊 但我最早讲的非常乱七八糟 然后近年来就是讲的 这一两年来 这一年来 可能讲的会比较自然一点 这样子 好 这个是给那个YouTube 之前没有 接受 没有听过 我的 眉不正确社团里面 我的眉早自息 哈哈 我今天 今天的阳光很好 所以我就把我的整个 摄影器材架到窗户旁边 然后用自然光 自然光 来表现我自己 我戴上一型眼镜 嗯 等一下很口渴 很口渴 然后这边是床 所以我没有办法放任何东西 它都会倒下去 啊 那我的摄影 我的照相机 我的另外一只手机 是放在一个椅子上 你看 我桌子的椅子已经不见了 桌子的椅子已经不见了 因为已经被搬到阳台旁边 然后可是它又不够高 所以我下面又垫了一个 硬的 硬的那个A4的那种甲板 然后再放了一个 我的那个 呃 那个盒子 里面都是装一些隐形眼镜啊 小东西啊 药品啊 这些 然后再 它就觉得好像不太够高 我有把我带来的圣经 垫在下面 我拿着说 不好意思 进来的耶和华 那个 我需要你的圣经 来垫在我的直播下面 然后 嗯 这不是一个恶意 这是一个 感谢您的帮助 这样子 阿们 我 我觉得我 我的信上帝 好像我自己的信法 这样子 虽然大家都把圣经 看得很深重 然后就把圣经 拿来垫在下面 但是这就是 上帝照顾我们的方法啊 他用各种方式啊 来帮助我们啊 我先去拿个水 因为水没有办法放在床上 会倒下去 我先去拿个水 我知道我如果今天再讲中年之路这本书 一定会被打死 因为讲太久了吧 讲太多次了 然后也没有每次都讲得很正确 然后也有人补充 然后我又有一些自己从中发展了自己的经验的一个印证 那今天晚上睡前了 大概只有看两页还是三页 我就睡着了 这本是真的是蛮值得买实体书来看 因为你会忍不住要画线跟在旁边写字 尤其是已经到了 我认为48岁50岁以后的人看 会更有感觉 因为你可以印证你自己生命中的体验 然后他里面讲 就是我昨天又 你知道我在现学现卖 才睡前看两三页又要来分享 他里面有讲到一个 我看我也不知道我画在哪里了 我画在哪里了 总之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良好的 的困难度比自己对自己的关系良好 更困难 应该说我们如果对我们 如果跟我们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会比跟别人保持良好的关系更简单 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掌握这个部分 就是说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不要对自己不好 然后跟自己保持一个互相照顾 就是虽然自己就是一个人 跟谁互相照顾 但是我们要跟我们自己的内在互相照顾 那至于要怎么去照顾 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就是看每个人 那看每个人他自己怎么去经历 因为我的经历 绝对不会是你们的经历 因为我逐渐的可以 在我他里面有讲到第一次 第一次成熟期是不是 还是第一次中年 因为我就是没有看导论 也就是会比较搞不清楚 就是不喜欢看导论 我想要直接看到内容 第一个成年期 在我们的第一个成年期 我们总是觉得另外一个人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 就会补足我们的不足 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个对两个人未来的梦想的期待 这是正常的 这是对的 也必定要走过第一次的第一成年期 那其实我们在过了50岁之后 我们再进入第二成年期 在第二成年期的时候 要做的事情跟第一成年期不一样 那我是觉得真的有 我本来会觉得说 哎呀就是叫人家怎么做一个中年人嘛 无聊 我不要跟潮流 大家都在讲我就不买 但是后来我想我要到日本 我心里蛮重的 因为带了很多 必须要直播的东西 所以我心里很重 所以还有电脑什么这些 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重量 所以我只有带了 甚至我没有带电子书 我有两个电子书 我也没有带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看不了那么多 电子书里面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不能看很多 因为我是来工作的 我是来工作的 然后所以我只能够选一本书看 然后把它好好的看完 这样子 所以我很少就是看一本书 然后推荐那么多次 而且我自己还没看完 我就被推荐 真是 但是就是觉得 是一个走过周年 再重新整理自己的一本 蛮好的书 蛮好的对照 你要对照也好 你要学习也好 我是属于对照型的 就是对照到 哇我有这种感觉耶 这样 赶快画线画线 点点点点点 然后旁边写说 我也是 然后就感觉这本书就是 啊属于本人的啦 就是我的书 我不知道怎么卖书 因为我觉得卖书很麻烦 然后所以 就是 所以我的书都会画线 以前小时候画线会觉得 哎呀被人家知道 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以前啦 小时候就看智文出版社的书 一些哲学的书 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画线 书本华 画线 然后我就 然后旁边写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然后我就觉得 啊这这样 这本书觉得要藏好 不要被人家知道我内心在想什么 这样子会很丢眼 然后后来又把它擦掉 就是很怕被人家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这样 那成熟之后就比较不会了 好 那我今天的直播不会很久 这是真的 但现在我赶快设定一下时间 只要15分钟就好 因为我已经讲了15分钟了 超过15分钟 唉 有时候我又忘记我的密码 答对了 嗯 我要设定我的时间哦 这个手表的好处就是可以设定时间 我也要推坑 你们这个表是可以买 因为这个就是会你知道 这样 啊我的手机在那边 我买这个手表最主要就是找我的手机 手机 唉有听到吗 好啦 我先来设定个15分钟就结束 因为我发现我讲太久 真的是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觉得我昨天睡的并不怎么好 但是还是有睡着 可是我只睡三个多小时 所以我今天一定会睡午觉 对我自己很好 就是累了我就不会再工作 我就会先去躺着睡觉 这样子 但是我一定要有进度 我进度太慢了 我来到这里 今天是第五天 我竟然才写了两篇 我才写两篇 我计划要写15篇 两篇我总共写了25页 需要这样具细密的 跟读者介绍我的进度吗 真的 我就是只有写了两篇 两篇总共25页 两篇都很好看 那我发现我一篇一定要写上10页 大概啦 如果我没有写上10页 一定是我在投篮 因为我没有办 没有不想再把这个细部的内心系 再勾化出来了 其实很多一个很小的故事 那个内心系真的是充满了 那就是看我的内心系要勾化到什么程度 这样子 那我预计我一个礼拜内一定要写完五篇 五篇 也就是至少要完成50页到60页 这样才可以在我第三个礼拜 完成我的书的内容 我最后一个礼拜才可以去旺 我到现在就是只有我在我家的附近 走来走去 那即使是走来走去 我也发现了好多好有趣的店 我甚至看外面 我都不知道那个店在干嘛 我很想要发脸书问大家说 这种店是什么店 可是我脸书已经把它结束了 我已经不会在我脸书上发文了 但是我会在 我还是会看脸书 我会在你们的留言下 赞瞎的 看到你们写的字 啊很棒 我就会在楼下赞瞎 但是我自己不会在脸书再发言 除了社团 除了社团跟我的YouTube 我想要把我的发言的部分 就简化成这两个地方 这样子就好了 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昨天已经 昨天已经有脸书告诉我说 妹你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戴 没惹台湾的毛巾哦 这样子 因为后来我想为什么 后来就开始查新闻 就发现说 原来是有一个 十岁的日本的小学生 在中国的深圳 那字念郡还是郑 深圳 我觉得念深圳 好不符合那个字的道理哦 所以我都管他念深圳 深圳 不大符合那个道理 那个字体的道理 你不觉得吗 好 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妈妈带小孩上学 一个日本人 然后就冲来了一个中国人 带着民族的仇恨 然后往小孩的肚子 就是擦了好几刀 所以这件事情 我是在日本 我没有看电视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在 日本有引起了很多仇 仇中的情绪 那是不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这边的新闻 不是很流通 我只是每天一打开 就是王毅窗 那个什么娟姐 什么 反正我都看那些 我就是只会听听看看 今天有什么新的进展 就是关于柯P跟佩琪姐 她们有什么进展 那我越看就是越同情 那些在柯文哲周围的女性 因为她们自我 她们如果看了中年之路 就会知道 她们自己的自我关系并不好 她们自我关系并不好 所以她们必须要依赖着一个人 来证明她们自己存在的价值 那对了 算了也不要去议论别人 总之呢 就是我看到那个新闻 就是说 仇中 在日本有仇中的情节 有吗 是有吗 那就是叫我 她们叫我要把那个 末日台湾的毛巾披在身上 然后我说句实际话 我没有把末日台湾的 最后我没有把末日台湾的毛巾 带出来 因为 它很大 而且它很不好 如果除非我去做运动 或者是运动 或社会运动 或者是有某个机会 我带出去才有意思 那我就是没有 我就带了简单的这个 简单的这个 好 那衣服呢 就也是带了可以搭配的 我就很后悔 我有很好看的 挖肩的 我还有剩下好几件 卖不出去 而且卖不出去的 我现在变胖 变可以穿了 卖不出去的那个 台湾印这样 然后我就没有带出来 我也没有穿出来 那 就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如果万一真的有什么仇中的情节 在日本散发开来的话 有吗 有吗 还是 还是 我今天打开 我今天第一个打开 那个我的脸书 也是这样子讲 就是希望把带有台湾符号的东西 都带在身上 因为 怕人家会有仇中 这样在日本 那我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一个真的消息 所以我决定 我今天要穿这件 就是 那家说台语 大家说台语 然后至少这边有个台湾 台湾 这样子就会 就是比较可以证明了 证明我是一个台湾人 难怪我昨天去付账的时候 我去买那个烧肉的时候 老板娘没有很亲切 然后我就想说 是她本来就不亲切 还是她看到我 这个好像看起来中国人的样子 所以她对我不亲切 就这样子 好 我今天会穿这件 保护我自己的安全 那如果没有穿的话 我也会憋上这条带子 在我的带子上 所以 这有点不搭 这跟我的打扮有点不搭 但是为了我的安全 我还是会把它憋上去 好 今天就是 大概讲这些吧 我看看 因为我都要这样 滑来滑去滑来去 才会出现有留言 好 OK 好 这样子 哎呀我现在看到留言了 听一讲 听一讲 然后再看一遍 觉得是要 逐渐消失的爱 哦 你看我那个逐渐消失的爱 也是一边看说 我也是 我也是 这样 对 有人说我就是喜欢看你内心戏的部分 那 其实我很擅长写我的内心戏 在 而且 只要我不懒惰 只要我没有事情去干扰我 我会把它写得很细腻 然后这个很细腻就 我知道 我写完我会非常开心 我的创作 创作完 我会非常开心 就是会在路上乱走 这样子 这样子的开心 那所以呢 我也会 我会很愿意去写这样的东西 我很擅长 但是 我以前就是没有时间 我在过我的第一人 第一成年期啊 有很多的责任 有很多的关系 要去 照顾 所以 我的时间一直都是被断掉的 就当一个妈妈 当一个 甚至当一个太太也是啊 我有时候好像想说 哎呦 你村上村住 你会写那么多 还不是你老婆帮你做饭 你老婆帮你做好多好多事情哦 然后你才可以都专心的协助 如果你是你老婆的话 我看你也不会那么有名了 我干嘛要对一个 我喜欢的作者 讲出这种话 男人会那么有成就 要不是你老婆在那边跟你 弄吃的 洗衣服 晒内裤啊 然后折袜子 你们会那么有成就吗 你们所有做的事情 都马上是断掉了 做到一半就要断掉 做到一半就要断掉 断掉 老婆就是这样 女人就是这样 一直断掉一直断掉 那我现在终于到了 不用断掉 我就是我不想吃饭 我就不要吃饭 我就是 我不想吃饭 不是说我肚子饿 不想吃饭 而是我根本就不会饿 我干嘛要吃饭 我就是赶快工作就对了 好 所以我要赶快的去 剩下五分钟 我要尽快的去 因为完成 赶快把事情完成 我就不会焦虑 我就会睡得很好 那 一个礼拜要完成五篇 一个礼拜 我的计划就是要完成五篇 所以我今天等一下 我马上就会在家里开始工作 做做做做做 做到 九点十点 我再去某一家咖啡厅 然后把我没做完的 或是我做完的 来重新整理一下 再重新修正 然后顺便十一点 在那边吃一个午餐 喝一杯咖啡 这样子 那我今天要去的一家店 我昨天查了一家店 叫做咖啡山 它是一间很特别的店 然后听说里面都是昭和年代 的感觉 然后放的音乐啊 还有就是 我有看了一下它里面 虽然在二楼 楼下看起来很残破 但是听说二楼还不错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可以抽烟的咖啡厅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会充满的情调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讨厌烟味啦 我知道很多人讨厌 但我不会 然后我偶 我还会 写完稿子 用一个第三者的 读者的角度 然后抽一根烟 然后喝咖啡 欣赏我自己的作品 然后我觉得 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候 当我成为我自己的作 我自己的读者 因为其实我也还蛮喜欢 看我自己写的东西 我会不会再太自恋了 我蛮喜欢看我自己写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一直在作者的角度 我必须要在读者的角度 然后在那边喝咖啡 然后抽根烟 然后看看自己写的东西 嗯 真有趣 哦 周年之路这一本 里面也有讲到说 我们一直讲到自我自我自我 会不会被认为太自恋呢 会不会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自恋 我真的只是在追求我自己 我想要找到我自己会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思考模式 我自己不会打劫的 我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只要用这个 我的这样的思维 我就可以解开我所有的困难 我就知道如何选择 我一直都在寻找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我 我没有说我没寻找到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接近了 过了五十岁以后 我越来越接近了 那 呃 所以说 我们这样一直在追求自我 是不是一个追求自我的我值呢 是不是一个追求自我的一个自恋呢 那很开心的这本书上就有写 啊叫每个人都去追求就好了啊 每个人都自恋就没有人自恋啊 我就想好棒的解答哦 我本来就没有事要自恋啊 我只是真的是要 找到一个跟自己的生命好好相处的方法 找到一个享受这个世界的方法 这样子 我没有要自恋 但是如果被人家说自恋 我也好像无可反驳 这样子 然后这本书就说 那叫每个人都去追求自我啊 就不会 就每个人都自恋 就没有人自恋 我希望我没有看错 我真正的有看到这一句啊 我就解开我的心锁了 解开我的心锁 我的心里一把锁 菜琴的歌突然想到 不要唱歌唱歌会掉人数 真的果然掉到十一 刚刚还有十五 好啦算了算了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你看非常准确的 48秒45秒 今天就到这里 我会保护我自己 我知道发生了这个社会事件 中日社会事件 但是台日是友好的 所以我会穿出那个台湾里斯 台语台湾里斯 我会把它穿出去 所以我今天应该会穿全黑的出门 OK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来参加我的早自习 我自己的男男自语 那 感谢你们 谢谢 拜拜 什么晚啊 早安啊 早安 我真的是日 日夜不分 日期不分 时间不分的 祝大家早 早安 现在应该是你们的六点多吧 现在应该是你们的六点半 好 希望各位上班平安 然后上班愉快顺利 拜拜